大家是否相信死亡后有灵魂存在? 记住你的答案,结尾在看你最初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死亡一直以来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尤其是亲人离世,让人悲痛不已。 那么死,到底是什么感觉? 一位逼死病人述说了他死前30秒的感受,道出了人的灵魂背后的真相, 无人不畏之震惊,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一段突发心梗病人关于死亡的描述, 人临死前是什么感觉?死前31分钟,一阵莫名的心脚痛传遍全身, 我想要大声呼救,但一股无力感将我束缚,我试图挣扎,打翻了桌上的水杯,失去意识钱。 我看到了爸爸因为担心猝紧的眉头,听到妈妈在呼唤我的乳名, 但我什么都做不了。 死前30秒,我听到手术刀划开皮肤的声音,却感受不到疼痛, 麻木和混沌一拥而上,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又黑又长的隧道, 但我仿佛知道前行的方向,随即一片刺眼的亮光照亮了周围, 我踩着祥和来到了隧道的另一头,这里是现实,还是梦境? 我分不清,感觉整个人像羽毛一样,轻飘飘地向上飘去,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渺小, 村庄,田野,还有小河,死前十秒,我遇到了一个陌生却又熟悉的人, 失失去已久的外公,尽管我们素未蒙面,但我知道是他, 他在对我微笑,具体说什么我听不清,随后,我们一同飞越丛林,跨越大海,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上帝在向我招手,死前五秒,我一个人坐在电影院, 看着自己过往的一生,仿佛一张飞速拉动的电影胶片, 第一次站上领奖台,第一次牵女孩的手,第一次带女儿去公园, 所有的场景如同幻灯片,一样飞快闪过,快到天旋地转,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的人生也没那么平凡,最后, 我的灵魂玻璃肉体飘在身体的上方,悲悯地俯视着手术台上自己的躯体, 虽然不舍,但前所未有的平静,我知道是时候该离开了, 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拽回了身体,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疼痛, 我真切地听到了钟表的滴答,以及医生和护士的欢呼雀跃, 这一切都那么真实,却又让人难以置信, 直到我感受到了眼角、滑落的泪水,我才明白,我经历了一次死亡, 为什么人临死前都会经历宾死体验,难道有超自然力量在主宰人生死吗? 这段光怪陆离的体验来自一位突发心梗被抢救成功病人, 而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宾死研究者肯奈斯, 瑞恩便将这种怪诞体验定义为宾死体验, 即感知即将死亡,又侥幸脱险的体验, 他还惊讶地发现众多宾死体验中其实都存在相同的核心部分, 即无比幸福的感受,脱离肉体, 进入一条隧道或一片黑暗, 看到一片亮光或进入亮光的世界,无独有偶。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穆迪博士在研究过 150个宾死体验者的案例之后, 同样发现了这些人宾死体验的陈述中, 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 尽管这些宾死体验发生的情境, 以及体验者的性格, 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但是他们陈述中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 进入黑洞,灵魂脱体, 出现亮光和回望人生等内容。 为什么人宾死前都会产生这类相似的怪诞体验呢? 难道说冥冥之中还真有某种超自然力量 在主宰人类的生死吗? 这些年,科学家们也试图寻求 这些怪诞体验背后的真相, 其实不光是死前的感受, 佛教对死后的感受也做出了解释, 并且告诫人们, 在人死去的八小时内, 千万别触碰遗体, 佛教认为, 人去世八至十六小时内, 神识逐渐离开躯体, 此时逝者的感觉宛如老牛, 包皮, 异常,痛苦, 一丝轻微的触碰都会令逝者如千刀万剐, 生大愤怒, 一般八小时后, 神识完全离开, 此时方可查试, 换衣, 化妆等, 也有少数人十六小时后才会完全离开, 病者弃绝之后, 以神识尚未离去, 仍然是有知觉的, 需经过一段时间, 通身冷透, 神识出离, 瘦, 暖, 时都离开了身体, 方算死亡, 在弃绝之后, 神识畏去之前, 心灵正是很痛苦的时刻, 且有因感伤往事而流泪的, 亦有因贪恋世间情爱子孙财宝而难歌难舍的, 或有因心愿未了, 竟居然离世而悲伤苦恼的, 父有因冤屈未深而不甘明目的, 故此时此刻, 正是悲苦交集, 若又被搬动, 又闻哭声, 岂不更是将去未去的心灵, 受极大的刺激, 生者能这样忍心害理吗? 世人不知, 认为弃绝就是死亡, 往往因这种误解而铸成大错, 病者家属及孝顺子女, 不可不知也, 以一般错误举动来说, 只要病人一断气, 马上就悲哀、啼哭, 或俯瘤病人而嚎啕, 或任意搬动强其正寝, 或趁身体未冷先为之沐浴穿衣, 或注射强心针, 或注射防腐剂, 或方断气立即被送太平间, 或当天被一病遗管, 或更有两三天急行火葬者, 这些残忍举动, 对神识未去仍有知觉的病人, 可算受尽惨毒虐待了, 生者所行所畏, 十一害临终人不浅, 将使死者痛苦堕落, 爱之反足以害之, 这是最可怕的, 不知神识未去, 其所感受的痛苦, 与常人无异, 常人还可以忽痛忽救, 可以抗拒, 病人虽弃绝而神识未去的这段时间, 应要当作死尸看待, 致使病人冤枉受极大痛苦, 而口又无法申诉, 因不解临终常识, 而导致如此悲惨, 宁不痛心, 病人因遭受痛苦而心生, 称恨, 因称恨心而使神识堕落恶趣之中, 虽孝子贤孙一无所知也, 因此呼吁世人, 在病人弃绝之后, 神识尚未离去之前, 甲病未十小时至十二小时, 在此时间之内, 并是以维持宿静, 不能有上述种种举动, 加害病人之身, 以维护神识得到宁静与安全, 病人睡的姿态, 要听其自然, 不能移动它, 过此时间之后, 如见其身体僵硬, 可用热水毛巾敷其弯节, 使其转软, 此时间内, 不要探摸其冷暖, 不要使文营触及, 病室内不闲谈或悲弃, 要利用十至十二小时, 做有效的救度, 引导病者的神识走向光明前途, 往生圣境永享快乐, 这是家属唯一的责任, 也是为子女者唯一的孝道所在, 若已弃绝, 因神识尚未离去, 故仍在有知觉的弥留之际, 如在各公司医院或在自家, 基于人道的精神, 与谨慎的态度, 应予以十至十二小时的宁静时间, 并攻击冷气或冰块, 使病是温度降低, 同时对病人不可稍有移动, 不可有一切错误举动, 人在死前和死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只有死人才知道, 死人并不会说话, 据很多宾死体验的记录, 说那些体验过死亡, 感觉的人活过, 来后回忆, 死亡并不是一个十分痛苦的事, 有时会感觉在一个, 隧道, 隧道的前方有一线光芒, 人就会向那个光芒挑去, 会感到愉悦, 也有人所忍死亡, 非常痛苦, 迄今为止, 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几千年了, 除了一些传说, 还从来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证据, 来说明死亡的感觉, 不过不管科学家怎样去解释它, 最后还是想和大家说,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幸, 拥有从生到老的生命, 既然我们有幸拥有, 就应该珍惜, 不仅要珍惜生命, 还要尊重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